今天的獨立在線呢要來繼續跟公民行動已經記錄資料庫的 菌如一起來連線 菌如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菌如這個禮拜要告訴我們什麼樣的一個話題呢 今天要跟大家談的議題呢是華光社區破千的議題 相信大家可能也不陌生 可能會從媒體上面呢知道華光社區的居民已經在8月底差不多都全數搬離喔 那像我們可能北部民眾很愛吃料家牛肉麵或地瓜包子店這種美食小吃的房舍呢 其實也都遭到法務部的強制拆除了 我們知道公民行動已經記錄資料庫長期是關心這個華光社區的議題喔 我不曉得華光社區在幾次的拆監之後 現在的住戶或是現在的發展到底是怎麼樣 大家可能覺得拆完議題大概就結束了 其實今天要跟大家朋友聊聊呢 政府已經大致規劃了華光社區變成華光特區喔 這塊土地上面要做什麼使用 那公庫呢在8月就是破千完之後也持續追蹤了幾位居民的狀況 看看他們現在住的怎麼樣啦 而且公庫呢也將華光這一年來的抗爭剪輯成了20幾分鐘的專題報導 可不可以先告訴我們華光社區它大致的一個歷史發展是什麼樣的情形喔 雖然在我們的節目當中已經提過很多次喔 可能也有些同學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第一次來加入我們節目可以跟我們稍微分享一下嗎 如果來台北市呢中正紀念堂玩的話我們看到紀念堂東南側的位置上有一塊是華光社區 那這裡以前是法務部的宿舍 其實在五六十年間喔這些住民呢有各種轉讓 所以除了宿舍以外也住了很多那個違建戶以及城鄉移民 那華光社區有三種類型的住戶 有合法跟非法的眷戶以及違建戶喔 那台北市政府在89年起就公告劃定華光社區為一個都市更新的地區 那馬英九總統呢以前擔任過法務部長也擔任過台北市長 他答應過這邊的居民要提出安置計劃 所以一直到一直拖到去年12月 法務部呢計劃選在這邊進行一個金磚計劃 你知道政府的政策就是不斷的變更各種名稱喔 所以想要收回華光社區內的這個國有土地 那法務部呢就針對這個違建的住戶提出了拆屋還地的訴訟 控告居民侵占國有土地 並追討他們的不當得利 最後呢甚至還凍結這些居民的帳戶 扣除他們一些的情況 抗爭不是我們的日常狀態 這才是我們平常生活的模樣 我來這邊 你以前住這裡 對啊 這個空空的 你以前做修改新的 對啊 我以前做西裝 我們知道政府其實已經提出類似這種金磚計劃是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在執行上面它的確出了很多的問題 不管是在整個長遠的規劃上面或是在對待原本居住在這些區域上面的民眾 其實我們都看到有非常多的這種不滿跟增值出現 剛剛也特別提到了所謂的華光特區 可以告訴我們華光特區是什麼樣的一個規劃嗎 市政府或者是我們的這些所謂相關的單位 為什麼要去規劃華光特區 它的內容又是什麼呢 行政院跟財政部呢 近來提出了這一塊華光特區的規劃 那總共是分成兩期來開發 那總共有九區喔 那第一期的這個一二區呢 也是原本為戰戶最多的地方 那他們將會以觀光旅館百貨商場為主 就是將在明年的六月的時候 以招標設定地上權的方式來辦理開發 引進這個民間資金的參與喔 開發預估呢是引進37億元以上的民間投資 那要創造是332億元的總收益喔 那後期呢有三四五區有像比較小塊的是歷史保存區 後期還有七八九區是金融專區 還有一區保留下來是檢察官數字 剛剛也特別提到這個在華光社區的拆遷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一些被認為是違建戶喔 那很多人都覺得說違建戶本來就應該要拆啊 不管有什麼樣的理由 它就是一種違法占用啊 我不曉得你在自己的觀察當中看到這些所謂的違建戶 你有什麼樣的一些觀察呢 其實違建戶的行程很簡單 當初國民黨政府來台灣的時候 很多來到台灣你知道從 大陸來到台灣是沒有地方可以住的 很多外省移民沒有地方住 在政府的默許之下 剛剛提到可能有官員的宿舍 可是沒有官員宿舍以外的人呢就就地搭建房舍 所以在這個六十幾年的歷史當中呢 政府其實也發給這些我們所謂的違建戶喔 給他們門牌給他們水電 甚至商家經營也是有營業登記的喔 所以我們才有這麼多好吃的美食啊等等的喔 所以像六年前居民呢就開始陸續收到了訴訟公文 就是法務部要告他們 那你想想看我們一般平民百姓 跟最了解法律的法務部來打官司 怎麼會贏呢 所以居民在去年就2012年去年底全部都敗訴 所以全部都得搬離以及拆除他們的房子 政府以訴訟排除地上居民此力一開 往後人民可能經常得面臨以開發知名 行破遷之時的處境 我想即使政府在所謂的強制的拆遷喔 可是我們看到最近這幾年的政府 其實他還是會有一些對於所謂的合法的住戶 或者是一些被迫這種所謂的拆遷 或是班尼的住戶都有一些 這個基本的安置計畫 包括在早期對三一部落的隆恩浦的所謂的安置計畫 或者是像這次藍鐵爭議當中 也有一些安置計畫 所以之前台南市政府也爆發了一些衝突 就是因為他們不是在舉辦公聽會、聽證會 而是在舉辦所謂的安置說明會 那在華光社區裡面會不會有一些相關的安置計畫呢 他的規劃又是什麼 說到這個法務 華光社區這邊居民是完全沒有安置的計畫 這讓人家聽了就覺得還蠻驚訝的 因為這個法務部他說沒有法源依據 所以這也不是他們的職責 所以在這一年 從去年底到今年拆除的一年當中 學生積極抗爭爭取之下 法務部才跟台北市政府一起推出了一個安置方案 而且是有限度的安置方案 一種是中繼國宅 那租金呢要一萬多塊 而且還要再加上管理費 而且他的限期是三年 所以這跟在外面自己找房子差不多 而且可能還 你是必須被限定的 那另外一種叫做平價住宅 那這個住進去必須是低收入戶的資格 那其實大部分的人 可能都不服上述這兩類資格的人呢 就得自己想辦法 像一些很比較老的居民 或是像父母 他要撫養自己的父母 還有小孩等等的這種居民呢 可能他們就會承受租屋歧視喔 那我們知道華光違建大概差不多有五百多戶 最後頂安置的只有十幾戶 所以從法務部安置的例子 我們可以看到 居住權在台灣的概念是非常低落的 這個關是我們把我們全家給拆光了 對啊 而且這邊不用 還有十樓耶 好啦 請你吃金菊 完全無毒的 對啊 就從華光搬過來的啊 後來這些居民 不管他是不是接受了安置 或是能不能得到安置 他總是離開了他們原本居住的地方 那公民行動引印記錄資料庫呢 除了在這部的這個所謂的專題報導當中 除了去談到這個所謂的過去的這個拆遷的歷史 或是當時拆遷的一些狀況之外 其實也持續的去追蹤這個居民後來的發展 以及他現在生活的狀況嗎 我們訪問了 有一位來自彰化的城鄉移民 他是彰化花壇人的吳德沁伯伯 一位呢 是隨著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的老兵 蔣師父蔣伯伯 這兩位呢是被安排在 台北市社會局安排在安康社區的平價住宅內 所以他們是兩個人住在一個房子 可是其實兩個人在華光呢 原本都是買了一間房來獨居 沒有想到他們晚年必須要當室友 而且兩人你知道一個本省人一個外省人 這個關係上面或是相處 其實都必須要有一段磨合期哦 那那個房間是兩房一廳一位其實蠻小的 那兩位呢還是華光拆遷爭議當中 法務部聲稱已經為華光居民做好安置的一個模範 甚至媒體都有去採訪哦 那另外呢 像接受安置方案之一的這個搬到中繼國宅的 陳孝明大哥呢 他是自己獨自撫養兩個女兒的爸爸哦 那他自己原本一家是他自己 養兩個父母 然後還有兩個女兒是住在行務所御場旁邊的獨棟房子 那因為這次的訴訟 全家人就是硬生生的被拆散 父親呢是去住榮民之家 那媽媽是住在基隆哦 那他自己跟女兒兩個就是住在中繼國宅 那其實像他們班裡一定 不管是住在平宅或中繼國宅 其實都有一段適應期 像住在平宅的蔣伯伯就說哦 華光社區晚上是很安靜的 那他自己現在住在平宅呢 那個晚上那個機車是很吵 吵得他睡不著 那像吳德慶伯伯也說 他住在平宅沒有什麼朋友 他所以常常回去華光附近找朋友 那大家都會互相打招呼 非常留戀的樣子 嗯 這個其實我們看到就是所謂的政府啊 常常以為我把你的房子拆掉 然後我好意的去幫你蓋了一些房子 之後 我就是所謂的功德員嘛 但是其實這裡面有非常多值得我們再去思考 或在深思的地方 特別是當一個人離開他原本熟悉 居住的環境之後 他必須要面臨到新的生活上面的挑戰哦 那當然我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在持續關心華光社區的這個議題哦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呃 接下來我們這些關心華光社區的朋友 他有什麼樣後續的一些聲援的行動嗎 這些聲援就是進入華光社區聲援的學生們其實都沒有離開哦 他們組成是華光仿吊小組 持續規劃的像工作坊 那這個工作坊的用意有別於政府哦 在開發這塊華光特區的國有土地的時候 然後都是單向的規劃 那完全都是沒有跟人民溝通的空間 所以人民可能對於要開發什麼樣 他們是沒有什麼發言的空間哦 所以工作坊是希望居民跟各界民眾來一起討論 提出自己對國家土地的想像 那像剛剛有提到 特區是要發展觀光商旅等等 甚至還有金融特區 那他們就說像古蹟留下來的歷史建物 能不能變成民宿來取代這種豪華商旅 那像聲援學生後續呢還做了社區報紙 雖然華光不見了好像都拆光了 這份報紙叫做華光抗報 那他們會固定寄給這些華光居民 讓他們彼此之間都了解各自發生什麼事情 那聲援學生也說他們會持續 而且有系統的去追蹤 關心這些華光四散的居民哦 他們會持續的記錄這個破遷 在人民身上造成的傷害以及後續的影響 所以呢我們也藉由這樣子 不要忘記說政府造成這個破遷是從來沒有結束的 嗯的確我想很多人在持續關切這樣的問題 而且在這種所謂的發展主義 在政府以經濟發展至上的這種所謂的治理的原則之下 類似的問題我相信也會不斷的發生哦 那今天非常謝謝娟如來跟我們一起連線來討論 我們很關切的這個所謂的華光社區的後續的發展哦 如果想要去了解華光社區更多的這些資訊呢 請到公民行動引印記錄資料庫 civolmedia.tw 這個網站上面就可以了解到更多有關華光 還有台灣更多社會運動的消息 非常謝謝娟如來跟我們一起連線 謝謝娟如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謝謝 到底這個爛探子何時才能了結啊 這根本是一個非常荒唐的事情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收聽燦爛時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這裡是獨立在線 首先讓我們來關心服貿協議相關事件 中國海協會會長陳德明 11月26號率經貿交流團抵台 全國六大工商團體也借機大動作 拜會立法院長王金平 希望立院儘速通過服貿協議 而日前表示將在陳德明在台期間 如影隨行抗議 讓他看見台灣的黑島青年陣線 當天中午在桃園國際機場 第二航廈入境處召開記者會 高舉抗議部條接機 台灣教授聯盟公投戶台灣聯盟及台聯黨 也預備在航廈各出口 不過在警方介護下 最終都未能近距離接觸到陳德明 接下來是婚姻平權草案相關活動 選擇結婚或不結婚 是人人都應該有的基本自由與權利 伴侶盟和其他友善同志團體 將在11月30號下午2點 在自由廣場的地面上 用一個個人排出婚姻平權四個大字 讓世界看見他們關於平等的希望 用身體寫出他們的主張 當天同時設有公民論壇 讓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機會 最後是反教育商品化相關抗議活動 面對教育部提出的 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 反教育商品化聯盟等團體 將在12月4號上午9點半集結 要學校一步重新檢討高教松綁方案 反對學家被調整及權力下放 以上新聞是由陳怡秀編輯播報 感謝您的收聽